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不需要带稿的 那你怎么问 手机里边 手机里边 相信我 不是 相信 相信不相信你 我现在要反客为主 你反客为主 你随意 Jerry的问题问了吗 没少见 最近有没有看过一点我们转播的比赛 看过一点 看过一点 有没有什么感想 整个世界的水平都有一点在下降 老实说 我不是说其他转眼 就想提转眼来说 整个现在看起来之前好几个比赛了 我都稍微瞄了一点 也有可能没看到最好的 但我瞄到的可能就比想象中 或者说印象里的这样的盛大的比赛的水转 要稍微下篮这么点 不是很愉快 现在我们音乐的发展和你的理想状态 差的是不是有点远 我有心理准备 因为大家都知道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 其实已经过去了 尤其是弦乐演奏的黄金时代 其实已经过去了 现在这种情况 为什么大家都还在听唱片 再听上个世纪的唱片 就是有道理的 你觉得弦乐的这个时代 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你觉得它的这个 你所谓的这个黄金时代 它黄金 它是黄金在哪些地方 尤其是跟我们当下来比较 就是我们现在缺少了些什么 艺术趣味 包括演奏质量 我说的演奏质量不是那种 所谓的准确性 是建立在很好的一个 怎么说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现在我们的音乐家 如果你去做一个 演一个音乐会 或者做一个巡演 我很想知道 大家准备的时间有多少 但以前的音乐家 他们可能会准备一年 他可能从一年 和人一年多之前 就开始和自己的钢琴 开始合作 在练习 不停地练 不停地练 就是我指的是这种完美性 然后个性化 是一个非常 黄金时代 是一个非常包容的 这种各种各性不同的艺术家 但都非常好的 都有非常好的趣味的 他们同时存在 这个太让人向往了 而且各个演奏家 他的风格也特别鲜明 对 我们这现在好像缺乏很 因为现在是一个时代 讲求什么东西要拉成什么样 一定拉成这样 才是好的 才是对的 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不去评论说 这种是好或者是不好 但是我挺羡慕那种多样性的 那我们现在音乐学院和外面演出 包括像真正在音乐学院毕业之后 踏入到这个职业化 这个阶段 有什么脱轨的地方吗 你觉得 让我想一想 我觉得是有 就是有衔接不上的地方的 但我的感觉是衔接不上的地方 可能比较多的是心理上 你从演奏上来说 像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你在学校要上很多乐队课 很多很多乐队课 但是 我觉得 就是这个合作的能力是一部分 你的专业基础 应该是最最最最重头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你有这些能力 这个有一个正确的教育 去告诉你这个应该怎么去学习一些 自己怎么去学习一些东西 那你在学习这个乐队演奏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心理上没有做好很多准备 我们有很多学生 会有一种很大的落差 在毕业时候 在找了团里的工作 因为职业团是很辛苦的 那并没有这种心理上的准备 或者事实上职业团 可能我们说的直白一些 待遇并不是想象中这么好 所以很多人工作很辛苦 工资又不够高 也没时间教业余学生 人都是要生活的 我挺理解他们的 有些人不愿意去找工作 或者说找了工作他辞职 对艺术的向往是很好的 也有可能有很多人 他在团里 他也是很有热情的 但是生活是很现实的 但其实国内和国外 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 咱们当然不用不说美国了 咱们就说欧洲这些国家 其实我觉得 待遇比我们好 不到哪去 差不太多吧 是一个有规划的工作量 是一个你能够认真投入的 这样一个工作量 然后还有自己适当的可以学习 也可以去教教学生 振累外快的这样的时间 那你其实在上海音乐学院也当过 这其实也是好些年了 老师 然后其实在德国的时候 你也有这种教课的这种经历 在音乐学院里面 你觉得现在无论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学生也好 还有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好 他们有哪些做的是 你觉得不够的 非常不够的 我觉得国内的学生有很多是 拉琴拉了很多年 但是就是非常的不懂音乐 就是几乎就是不懂音乐 但是国外的学生呢 他们会有这种基础的背景 因为他可能在 这种环境里面听的 学习的方向比我们这儿更有针对性一些 他这个 国内的学生有很多东西 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教的 从技巧 我们说交情 我们说交情 其实 我觉得就是这个 艺术的东西是不可教的 艺术的东西 你只能说 有一个指向性 你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告诉学生 说可能这种 好像更品位更高一些 个人看法 你只能给学生一些这样的指向性 然后至于他最后成长成什么样子 是不可控的 但是技术是可教的 但我们这儿的学生有很多是 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 我曾经尝试过问复充的学生 我说 这简直就是问出来就很可笑 我说贝多芬有多少个教养群 答不上来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 某个音乐学院 我们一块在聊天的时候 大学毕业 今年大学毕业 贝多芬的教养音乐没有听权过 这个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学音乐好像跟学演奏是分开的两件事 你还是介绍一下你学习的经历吧 整个从小到现在 我呢 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也就是说我爸爸妈妈不是音乐家 而且跟音乐这个行业没有关系 那我为什么会开始学琴呢 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 以前都是爸妈都要上班的嘛 没有人会在家专职带孩子对吧 然后我妈呢是一个中学老师 然后他们的那个中学对面有个托儿所 然后我妈就把我放在那个托儿所 我那时候就两岁多 然后呢我是一个很难带的小孩 就是那种不是不是说不乖 也不是说特别皮 但是就是有点事多 不是那种就是缠着大人的事多 但是自己默默的事多 然后我们托儿所的老师呢就看在眼里 然后有一天就跟我妈说 那个那个托儿所的对面也是我们许会去上检工 许会去上检工门口呢贴了一个就是广告 然后说有个音乐学员的老师 要在那儿开班 教小题 招生 然后他就跟我妈说 应该要带我去 他说我挺聪明的 要学点东西 然后我爸妈就带我去了 那边的老师他要求是要四岁以上的小孩 就是你四岁以上他才肯让你参加这个面试 我那时候两岁半嘛 然后我妈就跟那老师说了一下 说那个小朋友脑子还挺清楚的 能不能试一试 那老师也挺好的就答应了 最后大概报名的人就很多 巨大的一个教室里面 可能上百个小孩就站在中间 然后面试的老师就发出各种指令嘛 就让你说 比方什么举右手抬左脚 就给你搞各种脑子 然后错了的人就站到旁边去 然后最后中间只剩下我一个 从你到底都没错 然后我就开始学情了 但第一节课也上得很不顺利 很小嘛 然后老师让家长全部都离开教室 一个人在里面 然后我就不干了 我就是那种事特别多的小孩 我就一个人就冲出去了 第一节课就没上成 什么时候开始系统的专业的学习 我其实在考富小之前没有说 非常 当然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个教专业的老师 就是这个路上没有走过太多的弯路 这个是很幸运的 但是在进富小之前就没有说 要为了学专业 去怎么样怎么样的 非常卷 正简单的话说 非常卷的去努力 就是很正常的学 作为一个爱好也好 我父母就觉得作为一个爱好 你也认认真真地花了时间嘛 对吧 就要尽自己的努力好好学 结果考富小也就考上了 考上了之后呢 我以前的启蒙老师就把我推荐到了 现在后来的余丽娜老师这里 然后我从9岁开始就跟余丽娜老师学情 一直从富小到学到研究生 然后去了德国 对 然后去了德国 因为我上学比较早 然后我中间又跳了级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 然后那时候后来就去了德国 我先去到汉堡 后来又去了柏林 曾经都考虑过我大学能不能再念个什么东西 有过这么的想法 想要说是职业拉琴诺 可能十七八岁的时候有这个想法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 那时候我早在准备西培柳斯比赛 一方面就是你有更多的这种演出的机会 然后还有一方面我听了一些音乐会 就是你到某一个点 你小时候可能听听看看热闹 看人家拉得真好 我听到某一个点 你可能就突然获得了一种感动 类似于这样的 就是这种你觉得这个 这个职业太厉害了 介绍一下你一天 正常的一天的这个生活是怎么安排 我没有正常生活 那你说说你平常 没有正常生活 就是真的我已经好久了 我就行李箱在家就是摊开的 就是你没有一个可以把行李全部都理干净的日子的 要不然就急急忙忙去学校上课 上到晚上回去 上晚上回去呢晚上还得练琴 因为你功课得做完呢 然后要演出的东西得练完呢 要不然就是这样 要不然就是出差 要不然就是在路上 或者是我最舒服 就是最放松最舒服的日子 其实是在外地演出 如果是和乐团 那就是最舒服的日子了 因为我可以休息半天 就是你和完了自己练碗琴 还能稍微喝个茶休息一下在酒店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最放松的时间 因为你在上海 简直就是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满 连滚带爬 那你就是在这种日程底下 或者在这种生活里面 你每天现在能保证多长时间练习时间 尽我所能的 抓紧每一分钟练 我只能这么讲 我不能说我每天肯定能练到四个小时 有时候真不行 有时候我晚上会练得很晚 练到我觉得邻居可能会 可能会 投诉你 也不是投诉 我觉得邻居要爆炸了 我可能想想我得收了 最近一次你比较满意的演出是哪一次 最近一次 我很难 反正我这个人 我是一个就是不是很就是那种有些有很多艺术家我挺羡慕他们的就性格特别好 就是演出完了之后给大家吃吃喝好开心的我真的很羡慕他们 我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每次演完了我自己都很难过 就很明白吗 明白吗 然后事实上我会跟大家都是很开心的跟你聊一会儿 但事实上过一会儿我自己会有一种特别 或者我会我会再去听一下自己的录音或什么 就是常常我朋友就有时候骂我 这这个拉挺好的 拉这么好 你还要怎么样 太过完美主义这种要求 对 所以事实上我 我真挺愿意自己能够稍微开心一点 我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我觉得 对自己有要求吗 不 就是说 就稍微崩得有点挤我觉得 对 你说的没错 一个小提琴家 如果我们不考虑市场 独奏 室内月 协奏曲 你觉得比例应该是怎么样分配的 独奏 室内月 如果按我的 就是特别舒适的来说 50% 协奏曲 20%的独奏 有30%的室内月 OK 我知道你现在在 非常努力的在推进一些室内月的一些演出 嗯 嗯 你这么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喜欢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很单纯的喜欢 但是这个室内月这个词感觉在中国有毒 没错 没错 就是说听到室内月 哇 这什么东西卖不掉 但这就是 但是你说这个室内月在中国好像有毒 我觉得这个也不对 在国外好像也有毒 大家好像对室内月 都缺乏热情 相对毒性小一些 是 都你说说有毒式的 都是票房毒药 可能有些明星团体 可以卖的好一点 非常少 非常少 嗯 你觉得 为什么 大家对这个室内月这么缺乏热情 要求比较高 就是聆听的要求 确实是比较高 嗯 他既听不到交响乐的很多很热闹 很多声部 很多的那些东西 也不像说 听一个钢琴独奏 或者小听独奏 这样来的 简单直接 因为你就是一个声部两个声部 他又有多声部 然后又要求你静静的听 然后作品很长 嗯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人有 有一些说法 我觉得也是有毒 听古典音乐 不需要知识 你听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 绝对就是一句有毒的话 听古典音乐 真的需要知识 我们如果 想要把一些东西 就是把观众吸引过来 我觉得更多的做的 不是把自己的这个要求给降低 或者把我们的这个 把观众的要求 对他观众的要求给降低 说这个不需要 你们来听 或者凑个热闹就好了 不是 您真的要去把一个好东西 推出去 是要花更多的技巧和努力的 就是让人家 普通人他可以 对你有兴趣 然后跳一跳 我来接触 这个高层次一些的 这个享受 我在这方面 我跟你稍微有一点的不同的看法 就反正就不像知识 反正听就行 我觉得在某个阶段是适用的 尤其是你刚刚开始接触古典音乐 我觉得就是大量的聆听 是对于你进入到这个世界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你说的对 我指的这个不需要知识聆听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长期的不需要知识 我一直就这么听 是无效的 那么这个史能乐 就是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演奏家来说 又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很难 对 然后他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 我个人感觉不是因为他重要 是因为他对我们重要 我们需要他 多过他需要我们 是因为到一定的程度上 你肯定会去追求他 你演奏到一定的程度上 你一定会去追求他 你一定会去觉得这种 来自合作的喜悦 来自各种聆听的这个挑战 来自大家一起合作的这个愉悦 我觉得这个是 是水到去成顺其自然的事情 你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一定会去追求的 但是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上 你在拉圣内乐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对个旗 大家一起想 大家一起亲 大家一起开始 一起结束 对吧 你当你到了一定的 你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这时候才有趣味心 你觉得现在学校里面 就这一块做的跟国外的学校比起来吧 我觉得跟我说的音乐知识 这些都有关系 你说我们其实安排了室内乐课合奏 课程是不少的 但是孩子们如果说 你像我刚刚说的 他连贝多芬有多少个教养曲 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 你让他去弄这个合奏 跟拉排顿的四重奏 或者什么 感觉有一点难 那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室内乐的这个团体 你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十代重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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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在这个市场里面存活下来 我一直跟他们说 我说我能 我作为一个独奏家能存活下来 其实是个奇迹 就是因为我 专业可能还可以 但是呢 作为一个 现在想要活得很好的独奏家来说 我做的事情远远不够 跟能力有关 跟性格 跟情绪 还有时间 自己的这个时间 空余的时间 有没有 都有关系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音乐家 你可能现在要去做很多的事 你要去社交 你要做自媒体 对不对 现在开始被迫 要打理起这个社交媒体了 是吗 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艺术家 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不太适合你 是完全 我就完全不会弄 嗯 我也没有这个 这么大的意愿去学习 所以我说我能存活下来 我到今天还有 还有演出 还有很好的演出 我觉得就是个奇迹 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个重奏团 活的能够能够 怎么说呢 能够生存的稍微好一些 或者说他们可能很难再复制我这样的这个奇迹下来 所以可能确实要做一些努力 在这个市场中能够活下来 是不容易的 不是因为质量 真的不是因为演奏的质量 或者你曲目呈现的质量 有很多种原因 你觉得你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还是质量 就从选择曲目到演奏呈现的这个质量是极高趣味的 但是市场并不会说挑这样的东西去去选择 这不是 不是这么 就是我也是最近几年慢慢的学习到的 就是这个事情确实不是这么玩的 嗯 这是非常遗憾的是 我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一场 你们十那月的演出 我检讨一下 回头找个机会 我要去自领听一下 你们这有质量的演出 给我们推荐一个 相对于乐迷来说 比较冷门 但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 冷门的作品 舒漫的协奏曲 对乐迷来说小提琴协奏曲 还好吧 这个不是特别冷门 对乐迷来说 嗯 嗯 不是特别冷门 哈特曼的协奏曲 哦这个可以 嗯 也是非常好的作品 嗯 独奏的东西呢 我要推说近现代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近现代的东西这接受度太低了 嗯 那演出呢想到了吗 震撼心灵的演出 其实我觉得我在台上那时候 嗯 那就是作为演奏家了 对 嗯 我觉得就是 这种 这种听跟演奏的这个震撼心灵的这个程度 还真不一样 嗯 嗯 嗯 听呢其实我听了好的音乐会还真挺多的 就是我听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时候 阿格里奇的现场我还是觉得挺震撼的 但是也是大明星很多人都听过 嗯 嗯 然后海丁克回播另外一月也是非常震撼 嗯 Bullets 但是Bullets我仅限于部分作品 我也觉得挺震撼的 不是所有的作品 嗯 阿巴多 阿巴多那就不要说了 那是我最喜欢的指挥家之一 嗯 跟我一样 嗯 对 阿巴多的大地之歌 也是在柏林亭的 嗯 非常震撼 我在维也纳听过他有史以来演的最好的布鲁克纳伊 嗯 他带刘森 然后 他带 莫扎特乐团 我其实觉得莫扎特那个乐团 其实要论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种那种乐团 就是你相较于刘森啊柏林亚乐什么的 嗯 但是给给我的那个震撼 嗯 就真的是我到今天也是非常非常难忘 为什么 阿巴多每一次演出都是给我那种感觉 为什么 你怎么说呢 你想刘森那个 那就是各方面都太完美 然后包括那个音乐那那什么 他就而且把那个布鲁克纳伊 就是相对来说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这么一个特别好的那么一个作品嘛 然后就演绎的那么金金有味儿 然后就死死的抓住你 每一个每一个那个那个微小的这种这种这种处理都做得不好 这个那刘森呢就无话可说那一帮就是真的是全明星 就是可以基本上代表就是我们当下就是最最最顶尖的这批音乐家 然后组合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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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演奏的这个团体了 然后莫扎特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阿巴多这个人 本来你只有80%的这种这种能力 他给调动了120%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音乐就要能做得到 是 是 而且你知道吗 他排练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的 就是口细节口细节口细节 不是这样的 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然后他中间会停下来用意大利语 跟他的意大利小伙伴们说几句话 就完了 然后再来一遍 布鲁克呢他可以给你连日排四遍 然后不靠细节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他其实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觉得是可能纯靠这些在引导 不靠嘴讲的 这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 可能这就是个人的这种这种神奇的这种力量吧 他其实阿巴多的话 那你要是让我们去说的话 他也没有挥过差的乐团 但是他就是能把这个好的乐团 挥的跟其他的指挥家就是不一样 有一种你可以调动起你最好的状态的这个能力 嗯 OK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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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